联合国是战后建立的一个以民主自由发展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战后的一个秩序 那么中国加入联合国 它实际上已经从根本的这个世界秩序上已经有一个矛盾 也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专制 对外要去把自己套到这样一个民主人权安全发展的一个框架里面 所以实际上中国派到联合国的一切 就是说这种参与成分都是假的 联合国它是这样有政府成分还有非政府成分 那么中国派去的非政府组织都是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 都是假非政府组织 真正民间的小的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都是小的没有大的 都没有席位在那里 不仅如此就是中国的人权捍卫者要去联合国参加一个人权培训 这个在别的国家一般都畅通无阻 会受到迫害 你知道曹顺利机场被劫 看守所死亡这个事件 那么还有更多的人权捍卫者在机场被劫 那么我们知道江天勇律师去年和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特使见面 八月见面那么遭到报复 他现在被囚禁当中很可能受到很糟糕的酷刑 我们下周的主意 后来会继续 所以我们下周的朋友的整理